将杏鲍菇放入滚水中汆烫 加入胡椒香油拌匀 清爽又可口 再与素食狮子头 藜麦毛豆一起搭配 色香味俱全 制作便当的日本料理店 受疫情影响停业一年多 如今由荤转素 推出蔬食料理 连续三天全店总动员 要让人民保姆吃得美味又营养 也为救地球尽一份心力 整个地球不管是软化 这个森林其实有很多很多 存在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怎么样用我们小小的力量 可以就是好像小鸟救火一样 一个福田的卧种 每天都要摸一些动物的肉这样子 每天都好像有一个罪恶感 自从转素了之后 就完全就没有这种压力在 上人说唯有栽界乳树才能够改变 改变心境 改变环境 港安餐厅能够为整个环境 社区能够游婚转素 此机志工持续关怀林口地区的 警销人员送上蔬食便当 暖心又暖胃 守护身心灵健康 同仁们对这次的疫情当中 我们上次在推广 这种蔬食的一个活动 大家都能够很赞同 即便你不是素食主义者 但是这三天的一个素食 我觉得可以进化 身体 心灵都可以得到一些平静 不知警销人员渐渐爱上素食 受疫情影响 全球掀起素食风潮 台湾的素食人口 2021年突破300万人 占总人口13%以上 一般的民众可能就会思考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改变我们的饮食习惯 多吃素食 对这个地球永续能够产生很大的帮助 素食游益健康 体内环保也能救地球 大爱新闻蔡平衣李明华 台北报导 大爱新闻